今年的台湾同志游行将在10月28日登场 图台湾同志游行联盟脸书分享 第十五届台湾同志游行明天登场 民主进步党籍立法委员尤美女今天关注同性婚姻修法状况 行政院长赖清德表示 他已多次公开宣示 行政院会积极拟定一个版本送到立法院审议 第十五届台湾同志游行主题是瑟瑟性拼打开开 多元交易跟上来 28日下午1时30分将在凯达格兰大道展开 游美女下午在立法院施政总质询时 在头影片上秀出多张同性婚姻家庭与孩子的照片 他说同志家庭幸福背后都经不起任何意外 因为在现行法律上只有单亲 只要遭逢意外 法律上的父亲如果出事了 一起实际照顾孩子的另一方 在法律上只是陌生人 游美女说这样的状况下 变成要由法律上的其他亲属来照顾 如果没有其他亲属 可能这要到寄养家庭去 孩子也没办法继承遗产 台湾有数百个这样的家庭存在 通志不是不会生小孩 通志也不是没有孩子 游美女表示这些孩子生活在破了大洞的防护网上 随时可能滚落下去 对孩子生命是非常大冲击 他要求赖清德承诺 尽快把行政院修法版本 且是依大法官解释在平等原则下的版本 尽快送到立法院 法律是为人的幸福而设 而不是制造人的不幸 赖清德说他已经多次公开宣示 因为司法院是自748号已经解释出来 新政院会积极拟定一架版本 送到立法院审议